歡迎大家收看這段短片 這段短片是用了電腦版的Sketchbook 我這個Pro Version Pro Version是多了一些筆刷 最主要就是筆刷的功能 我們首先會做第二課的練習 我們首先貼圖 我們在檔案中加入影像 找了我們那張圖片 我們貼上去 我們在電腦版上會看到這個控制器 如果是iPad或者Android 直接用手指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控制器 按住中間這個按鈕 它就會按比例縮放 縮放到自己覺得可以的尺寸 我們放下它 就放好我們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要檢查一下這個 塗層這個視窗 我們把它做正片碟 正片碟加 這個功能其實最重要 就是把這一張掃的圖片 或者是你的一張草圖 用手畫也好 它是白色的 因為它是白色的 我們就不想要白色 我們用正片碟底 它就會把白色剔走 我們記得鎖住它 鎖住塗層 鎖住塗層 就開始描繪圖 我們這個顏色 我這次用了基本這套筆 最主要就是用這支 繪圖筆刷 paint brush 另外呢 我們會用一支 叫做塗屋筆 在藝術家筆刷組裡面的 我們會用這兩支筆 我們會用這兩支筆 方便起見呢 可以把這支混合筆 按住 然後拖進去筆刷組裡面 方便自己去選筆用 選筆的時候用 這兩個圈圈是放在一旁 我們先開好皮膚的顏色 皮膚顏色呢 我們就今次用 都是在橙色這個系列 先開一個淺色的 我們向著白色的方向推進 它就會相對比較淺色 最重要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會比較粉一點的 皮膚顏色 我們最方便就是 在我們要描畫的塗層 的其中一個地方呢 我們就把它填上顏色 我們繼續 這次的示範是會做背光的 其實就跟我們第二課 在上課的時候 用那個 淨漆光的處理方法都是一樣的 但是背光呢 我們放放光源的位置 就會有點不同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那 用我們的畫筆 畫筆的設定 我們去看看 流量和濕度呢 都是選擇100%的 這個繪圖筆拆才對 這個繪圖筆拆才對 那這個繪圖筆拆這一支呢 就長一點的 那我筆透明度是100% 如果我們是用電腦版呢 那你按著 AWTURNIC的按鈕 就會變成一個JOPPER 那我先把我們 剛才中間的 淺的顏色先 那我沿著那個 面 那我去到 我畫到肩膀的這個位置 那下面那個部分呢 我就不畫的了 那我現在呢 描繪了 那我們關了 那我們關了 我黑線的 線稿塗層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圖層呢 這個圖層呢 是不是 埋口了 是不是連好了 了 如果 是呢 我們就選擇這個填色 油漆筒 那這個也是個 叫 寬度 那這個就是實色 我們填實色的 我們填下去吧 那我們就檢查一下 那邊的 我們把它放大 那按住 那邊的 那邊的 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工具 可以旋轉你的 圖畫 好像我們 如果用平板 用手指旋轉一樣 那麼 放大功能 那便移動 移動畫 移動畫 移動畫面 不是移動那個 圖層畫 那我們看到這些 那我們就 關掉了 按多一下 就會關掉 那麼 我們填一些 那些 如果不想慢慢填 就用油漆筒再按多一次 這樣就可以覆蓋到 那如果按兩次 有個不好處 就是 那個色會出了 會比較 出多一點 因為它那個 寬度會增加了 不過這個 在這個情況 出少少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一條黑線 我們幫我們去 保護它 那我們要把這支筆 變成拆膠 我先關掉 油漆筒 我們把這支筆 變成拆膠 這裡就有個 Logan 它這個叫Logan 控制 控制 不知道叫控制什麼 那這裡呢 有個 目前的工具 和目前的顏色 那就可以 就是按了你的 顏色編輯器 就是按這個 那這裡 會有個拆膠 我們按它 就 你知 筆暫時就會變成拆膠 其實最主要呢 都是 就是收了這些 這些線 那我們再按一下 又變成填色 這個位置 就要 麻煩記一記 因為那些功能 那些 short cut 是 需要 各位 用多幾次 練習多幾次 那你就會慢慢 記得那個步驟 那你在 使用和畫畫的過程 就會 順暢很多 那一開始 學新的 都會 都是 要花點時間 去熟習一下 操作 和 感覺 都是這樣 要些時間 所以大家 不用太心急 好了 那背光呢 那我們的光位 就 我直接畫給大家看 那我又是用 Altronic Key 就會吸了 那個 顏色 我們吸了 最深的 那因為我們要找 我們直接把 最深色的位置 這裡 鎖住 透明度 在那個 塗層的 左 右下方 那這裡有個 透明格仔鎖 我們按了去 就鎖住 那個透明度 鎖住透明度的意思 就是 我們要鎖住 那個透明的地方 即是 顏色以外的地方 就叫透明 那我們鎖住 那方便我們 上色的時候 不會走出界 又不用又重新拆光 有這個 有這個 方便性 那背光 很有趣 那跟我們的 正側光 有些分別 正側光 就是 陰影 側向一邊 那背光 就會 在它背後 在主體的背後 就會有一個光源 所以大家 留意一下 我現在 畫的那個 範圍 那個範圍呢 就會在 面的 正中間 這個範圍 裡面 就是這個 在這個範圍裡面 背光的效果 當然這些 頭髮遮光了 我們要再額外填 填 所以那個光呢 就會在一些 邊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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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頸沒有 為什麼呢 這條頸呢 是 凸了出來 所以 受光 在肩膀 肩膀的位置 那 大家如果想 再深入了解一下 背光是怎樣 這樣做呢 那 大家其實上網 去搜尋多些 的圖片 就會 更加好的 會幫助自己 更加容易去理解 那件事 我們每次 填充的顏色 就是填充的時候 都最好 關掉一些 跟它沒有什麼關係的 的圖層 會更容易去處理 一有陣子 它會有機會 受其他圖 顏色的影響 因為可能它會被 這支 黑色的線條影響了 它會感覺不到那個位置 所以 建議大家 關掉其他圖層 只要填充顏色的圖層 我們現在反而調轉 拿回中間的顏色 記得每次填完油漆筒 都要按一次 關掉 我們把中間的色調 補回在最光 我們剛才 在光和暗的位置 之間 我們把中間調 就是讓它在光和暗之間 有個過度 就不用 好像 顏色會太跳躍 中間有個過度 然後一陣子 我們用那個混合筆 混起來 都會 會 軟一點 鼻樑 這些我自己加上 給它 因為想突出 有鼻 還有嘴唇 所以我都自己加上 淺色一點點 給它 如果我們做錯 就按 紅色墊墊 可以反回 或者按 Ctrl-Z 即是 Ctrl-Z Ctrl-Z 那麼 顏色就會 就是 我們之前做的 它會 翻轉 就是Undo 大家有用電腦 應該懂得Undo 是什麼 好 皮膚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去做這個 這個 背光的原理 這個概念 我們現在選擇 那支混合筆 我們去看看它 有什麼設定 那如果不見了一些東西 去視窗的不察選項 那邊開它出來 那這裡兩個鍵 有兩顆東西 就是它的設定 那可以設定大小 流量和強度 它強度越高 就是它混合的能力越強 而且它的流量越大 它出來的那個 就是 混合的那個 那個 範圍 大小 都會越高 那我們呢 可以參考著這個圖表 我們去 去 去 去混合它 先 那這個 程度都OK 很厲害 就是 它這個是 一個基礎的強度 那 那 混合起來 都不錯 可以調大 一點 那 它的混合是怎麼計算的呢 就是 這支筆在哪個顏色位置開始呢 那它就用那個顏色調 去混合 如果你由淺色的開始 它就會由淺色的顏色 會混入去深色的地方 如果你是由深色的地方開始 它就會由深色的地方混回 那 它會由深色的地方 因為深色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 淺色的地方會有更多空間 讓我們去混合 如果 由深色混回淺色 就會比較狹窄 那個範圍 那 好吧 我們要 儲存一下 在檔案的儲存 或者 Ctrl S 我先儲存在 這個 桌面 那 然後 Mission To C 那 它有很多格式 可以選擇 電腦版 我便宜大家玩PSD 那 可以 因為PSD格式 除了可以Photoshop 開 還有 它會保留 那個 塗層格式 那 我們 那 我們去 塗層 那個 那個 的位置 新增一個 塗層 在那個 面部 塗層的 之上 那我們 記得要鎖 面部塗層 鎖住塗層 不要讓它動 我們 這個 就是眼睛塗層 我們回到畫筆 那 我們先 把眼頭 畫出來 先 那 由於背光 眼球 都不會 用全白 但是我們 要 因為我們要找回 眼 所以我們都先填 一條白色 那 會容易些 那 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 參考我的 做法 那 當 各位 慢慢 用熟了 那 你 開始 掌握到那個 那個 特性的時候 那 你便可以用回自己的 一個 你自然會 去找方法 方便自己 這個 很有趣的 好 那 那 好 那 我們就開始鎖住塗層 那個 透明度 那 我們現在要填眼睛 我們鎖住它 那 我們方便 不會走出街 那 我們今次用回 藍色眼睛 我們先填好底色 那 我在旁邊 這個 深藍色 那 我 眼 眼 頭呢 我想用灰灰藍的 那 我 那 另外 我會用到最深的黑色 那 那 畫個 圖案給它 那 我這個是 比較 簡單些 畫眼睛的方法 那 當然 很多眼睛有千千萬萬種的 那 那 有一件事 要 就是 想提醒大家 就是 你那隻眼 那個眼珠 你畫 即我現在畫 深色的位置 這個位置 那 那 那個眼 呢 那個眼珠 記得 平衡 就是 如果 那隻眼是 望向左邊 兩隻眼都可以 望向左 那 望向右 呢 就兩隻眼都望向右 那 畫眼睛可以 調校一下 筆的尺寸 不需要 一定要 定 要定 實 一定要在 尺寸 裡面 記得 要調整一下 自己 所用的 東西 很多東西 沒有絕對 那 最重要 去理解 一個 那 現在 就把它 解決了 把它 解決了 再加上眼球的灰藍藍 再加上混合筆,再加小一點 因為眼睛的面積比較小,所以筆也不可以太大 眼睛就欠高光,不過要畫高光位 我們也可以用混合筆輕鬆一鬆 讓反光位好像一種燈光效果 會令眼睛明亮一點 記得儲存一下 現在記得鎖住它 再開動用新塗層,這個就是頭髮 我們去回 頭髮呢,我用紫星 衣服 接著罩一個 中間的,還有一個暗的 好,記得頭髮 我們是用中間的 開始的 好,讓它塗上去 再加上去 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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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圍著旁邊去圍繞它的輪廓 顏色寧願填多了 都比不夠好 我們一來確保它是要密封 即是閉環 還有我們減出來是比較容易 變成拆膠了 白色的圈是負責筆的大小和濃度 黑色的圈是負責顏色的 調校顏色的光暗 明暗度 但我自己呢 如果在家裡 螢幕夠大 就寧願 我自己習慣 用色環的顏色編輯器 或是用筆拆性質出來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 可以直接脫膠 啥 我去按一下 還會有 我去調校 麻煩 我去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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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問題 我去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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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住 space 鍵 那個圓圓的工具就會出來了 我們把無關的圖層關閉 檢查一下有沒有閉患 應該就閉好了 這裡沒有閉 我們現在可以入圖層關閉 雖然我們入圖層關閉 也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像這些 有沒有漏漏漏漏 我們可以把圖層關閉 至於旋轉 我們按住 shift 按住 shift 現在我們要畫暗位 鎖住透明度 調整一下筆的大小 大一點也不怕 暗色 根據背光的關係 因為暗位就會很強 不太多 可以很放膽地去 我們記得看 有些看法 可以把大部分 暗的範圍 上去 加上 渾法 當然我們要補一些中間色調 有時候過了龍,我們就加回它 我們去到最光的位置 圍著邊邊,跟那個面部很相似 在邊邊,我們就畫一些光的 圍著它,畫一些光的 我們又回去用那支混合,或者叫頭污 因為不同版本,它們的名字都不一樣 這個我沒有辦法 這個因為軟件設計的團隊 所以它們是這樣的 它們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光的更多空間 讓光融入去暗的地方 永遠都是大空間 即是小空間入大空間會比較容易 會比較容易 始終就是那個 即是多些空間讓我們去移動 那基本上,背光上色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可以做多一點調整 例如我的頭髮 例如我的頭髮任下面的皮膚 好像可以再加強一點 因為好像頭髮任下面那一層 就是這個範圍 我想再加強一點 就是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因為始終頭髮是一個不透明的 即是不透光的物料 那我就想這些範圍再強調一點 所以我在這些地方 再加深多一層 就四層 那接著 也是用混合筆 鬆回那些 邊邊 對 這個簡單示範就到此為止 記得儲存你的繪圖作品 這個影片會放在YouTube 你可以一直畫的時候暫停它 然後去試那個步驟 試到你覺得OK了 就可以去下一個步驟 一路一路練習 越來越會純熟 純熟的技術和對於這些軟件 其實這些軟件有很多類似的功能 你明白了一個 就算換別的軟件 操作上最多是擺位或者名稱不同 其實這個步驟大致都是一樣的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努力去練習